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Dina评色 咱们上一期特价机的活动非常受大家的欢迎 我们的绿色小软件直接就被家暴了 这一期我们也为大家带来了几台特价的机器 废话不多说,来看一下今天做特价机的都是哪几款机器 首先出厂的这位选手是一台Mate 40 Pro 然后是8加256G的版本 这台机器目前已经是升级了鸿蒙的系统 然后咱们看一下电池效率 电池效率目前还有90% 这个颜色应该是叫做夏日虎洋 然后屏幕的正面还有背面都比较完美 瑕疵主要是集中在它的边框这些地方 基本上是可以定义成一个95星的橙色 这台机器有必要跟大家好好的说一下 因为Mate 50 Pro因为美国制裁的缘故 所以它还是一个4G的手机 而Mate 40 Pro它是一个5G的手机 再加上它的外观设计非常经典 所以即使是上市了有一段时间 要找它的朋友还是非常多 目前市场行情应该是在4200左右 这台机器咱们就直接出一个3699 就是比市场行情低500 应该还算比较有吸引力 这台机器是一个13 Pro Max 256G的国航的机器 然后目前电池效率还有92% 外观橙色它的边框上面也是有一些小磕碰 基本上是一个9到95星的程度 13 Pro Max美版和国航它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差价 因为13 Pro Max的美版它没有办法无存改双卡 而且即使是美版它目前98星的机器市场应该是出在6299 然后国航的机器它应该是出在6900左右 这台国航的机器咱们就直接出一个6199 接下来这两台机器咱们可以一块的说一下 因为两台机器都是11 128G国航的机器 外观橙色方面 黑色它是边框上面有一些氧化 这个主要是因为带手机壳带的比较久的缘故 然后绿色的橙色就比较完美 电池效率方面 黑色我们是更换了一块全新的电信 绿色还是它的原电 还有85% 目前11 128G 美版的出货行情应该是在2450 这两台11咱们就出个同样的价格 都出到2199这个价格 一块换了新电信 橙色稍微差一点 一块没有换电信 橙色稍微好一点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 最后这一个就是苹果的小鸭蛋 AirPods Pro 也是苹果的第一款降色耳机 想象出这个耳机刚出的时候 我也是花了1500多块买的一个全新的耳机 然后目前这个耳机它二手的是多少钱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外观上面它也有明显的瑕疵 因为AirPods Pro它外壳的这个材质呢 很难维持一个比较好的橙色 再加上它本身是一个几百块的东西啊 我们很难和市场拉开差价 目前市场出二手的应该是在650到700左右 这个咱们就出到一个550 怎么样兄弟们 这一期特价机有没有大家想要的型号 想要参加特价机的活动啊 必须要紧记这四点 第一点呢必须是我们的粉丝朋友 第二点必须要点赞本视频 第三点在评里去留言你想要的型号 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点击我们头像或者是发送私信找到我们